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就用它里面的一个方法 首先的话我这里有准备一张图片 大家有准备一张这个啊 py的一个图片给大家先去添加一下 那么首先的话啊 就给他这个mg.py 因为后面的话 他都是一个默认的嘛 对啊默认的话你也可以不加啊 你可以不加是吧 他都是默认的 然后字体的话我肯定是要的啊 字体你要加一个呃 什么样的一个字体 哎比如说哎人生苦短 哎人生苦短 所以哎快去拍摄 或者说哎人生苦短 我用拍摄哎都可以 那其他的话都是一个 因为他其他的都是一个默认的吧 那你可以不加也没关系 那我们直接看下效果 来运行一下 打运行一下 运行之后的话哎 你看了没有他就给我们直接保 生成了一个output的一个文件 那这文件里面的话 就有我们这一个加了数据的内容 点击看一下看见 他就是哎人生苦短快用快学拍摄 这个数据我就直接停下降数了 就这两行的一个代码非常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就搞定了 那如果说对吧 那肯定一张图片是不能满足各位同学的 那如果说我如何哎批量的去给啊图片去添加 所以呢对吧那怎么做 那也比较简单比较简单好吧 那就直接比如说我用一个笔案的一个采集吧 我先把笔案的一个图片给他采集一下 ok 那我们暂停了啊 我们就采集这几张就行了 因为有多的话你们也可以同样的方式去做 那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就是我们笔案的一些啊 啊壁纸照片给大家先看一下看一下啊 啊这里面的话是没有一些啊随意的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用到一个什么呢 如果说你要进行批量的一个添加的话 我们要导入一个os模块 用os模块首先的话我得去读取文件所有的内容 把这个文件夹里面所有的东西给他读取啊 用os点上一个啊 list dr 然后读取的是我们 mg1里面的内容啊 这个里面的话要加上我们的一个路径啊路径 把路径给他加上去 那我们用一个fills fills接收一下吧 那我们把这个打印看一下啊 他就是我们这个文件里面所有的一个文件名字 所有的文件名字就读有了 那然后呢我就通过一个什么 for循环编例嘛 for我们的一个fills in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fills 所以就给他大家都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之后的话我把这个取消注释 取消注释 然后呢把这个文件给他添加进去 我们读取的是哪一个 我们读取的是这个里面的文件内容 对不对这个文件里面哪一个 我就把这个文件名字给他传去 那他相应的一个数据都会保存在这个里面 来直接给他运行看一下 哎保存成功保存成功哎是不是 那我们看一看这个文件里面都是我们 全部添加了水印的一个照片 看见没有哎人生古短快写python 人生古短快写python 算了都有吧 然后你要改透明度的话一些东西的话 那也可以改的 你说这个觉得嗯不太亮是吧 呃不太亮的话 那我们就给他稍微删一下吧 我把这里面的东西删一删 删的话我们前面说了 改透明度是哪一个 透明度是不是这个 打这个是不透明度的 那我们就给他改一下 把那个给他加加进去 算你觉得太暗了太暗的话 我们就加进去他默认是005 对啊透明度是这么多 那我们可以嗯给他一个什么呢 嗯给他一个 他按版比就是1515的话我给个20吧 我给20来再运行一下 啊就是应该是0.2 对啊他是应该按按小数来计数的 那就是0.2 哎我们再来描一眼 算再来描一眼 你是不是看到会稍微啊好一那么一丢丢啊 因为他0.0 0.15和0.2的话差别不大 那我们搞个0.5的吧 让他们差别大一点 是不是 来是不是又更清楚了这字体 自己是不是更清楚了 这是透明度的一个更改啊 所以说你要添加水平的话 用python去做的话还是挺方便的 你好过用ps一张张去p那太麻烦了 好吧就这么简单一个案例就起行代码 所以说你用python做一些小的一些东西的话还是比较好玩的啊比较好玩的好吧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拜拜